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讨不到的 到底是哪三种家庭呢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第一种家庭呢 就是这个母亲过于强势 像这样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呀 大多都是这个妈宝兰 而且呀 没有一点点主意 所以说呀 如果母亲过于强势 干预这个家庭中的事物呀 这两个人结完婚以后 可能也会对这个生活呀 造成一定的影响 很多人呀 也是通过了解了这个家庭以后呀 可能就是说 不愿意嫁入这样的家庭 因为母亲过于强势 他灌出来的孩子呀 大多都没有这个就是说能力 因为他这个自己没有主见 所以说呀 这样的家庭呀 也不会被人看中的 第二个呢 就是爸爸过于大男子主义 因为那个爸爸过于大男子主义呀 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呀 慢慢就是影响着孩子 因为大人是孩子的第一萌老师嘛 如果是自己的家长是大男子主义 这样的男孩子呀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呀 肯定也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这种现象 所以说呀 这种家庭呀 可能也不是被看好的家庭 第三个呢 就是爸爸没有上进心 如果一个人的爸爸没有上进心呀 孩子可能也跟着这个爸爸呀 就是没有上进心 在咱们农村呢 就有这么一句俗语说是 上梁不正下梁外 所以说呀 有些孩子在这个家庭的生活当中呀 可能就是跟着大人去学 长期一往呀 这样的男孩子可能也没有上进心 现在的女孩子找对象呀 大多都找一些潜力股 这样对于以后的生活来说呀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这个爸爸没有上进心呀 带出来的孩子可能也没有这种上进心 以上呢 咱们说的这三种家庭呀 大多都不好讨老婆 就是母亲过于强势的 还有爸爸过于大男子主义 再就是这个爸爸呀 没有上进心的 这样对他们的孩子呀 可能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因为孩子慢慢的长大 他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当中呀 长大的孩子就属于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说呀 也是不被女孩子看好的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